我们再来关注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相关动态 距离选举只剩下四个多月 蓝绿白阵营都在全力冲刺 力争更多的选票 民调有所下滑 柯文哲似乎很心烦 原本规划下半年要访问东南亚 甚至考虑二度赴美国 但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台湾 到中南部长期扎根 要撕掉台湾民众党无法跨越浊水溪的标签 而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 则计划9月14号到21号出访美国 访美前还会召开政策记者会提出相关证件 预计返台后将勤跑基层 接下来也会陆续公布包括经济 社福等证件 我们会按照步调继续努力来争取更多民众支持 侯友宜返台后是否有机会 与柯文哲坐下来谈一谈 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面对可能的非绿大联盟 民进党不敢松懈 透过校园演讲以及网络直播等等的方式 用最快速的方法 让年轻朋友能够快速的理解 民进党2024参选人赖清德 预计会举办七到八场政策记者会 同时在台湾北中南的各所大学进行开讲 试图要把流失的年轻选票找回来 2024大选进入倒数 蓝绿白动作不断全力冲刺 全都 vampire不断全力冲刺